如果你是用Android系統的話 Google Play商店是沒有 搜狗錄音筆的APP的 所以你要去 打開瀏覽器以後 搜尋一個叫酷安的 酷安 然後 你就會來到他的網站 你就立即下載 酷安市場其實就是像App Store一樣 或是像Play商店一樣 它也是一個APP的市集 所以當你下載好了以後你就安裝 安裝以後你就會 你在酷安的市場裡面 再去搜尋 搜狗錄音筆 你就會找到他的APP了 所以Android系統要先用酷安找到那個 錄音筆才可以開始用 那我這邊就不下載了 因為我已經有了 所以 有了以後你就會 像這個地方 像那個第二排第二個綠色 這個酷安 這邊 然後你就在這個地方打 收狗錄音筆 第一個就是了 因為我已經安裝了 所以它叫我打開 如果你還沒有安裝的話 就會叫你安裝 所以 這就是Android如何啟動 當你啟動搜狗錄音筆的時候 它就會找到你那個機器 然後它就會連線 然後它就會連線